如果社区内有一个阅读中心 可说是相当的方便 这是书澳镇第二所社区阅读中心 在南安国中接牌启用 镇长陈金林就强调 未来会持续扩增社区阅读中心 以提升书澳阅读的风气 书澳镇第二所社区阅读中心 是由南安国中提供多功能学习中心场地 作为开放社区民众阅读的空间 让证明可以就近安全又便利的阅读 并在今天特别举行接牌典礼 镇长陈金林强调 未来会持续与各级学校合作 扩增社区阅读中心据点 让各地民众随处都可以读书 扩充知识领域终身学习 我们希望这样子创造更好的读书风气 包括祖孙共读 还有全民阅读风气的养成 我想大家都知道 人家讲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我想透过精油阅读 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 增加我们的见闻 所以苏阿正我说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能够在苏阿正能够有更多的社区阅读中心 让每一个证明都能够养成阅读的好风气 好习惯 我们经由阅读除了增加知识以外 我们可以把知识转换为智慧 那在这个中心的课程主要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文化面 第二个教育面 经济面 以及健康休闲面 那么透过这样四大面向的课程 能够让南方澳的社区家长 在下午一点到四点 运用我们空间的活化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未来的阅读中心的地点 那么前面是我们的一个演讲厅 那这样的一个课程期待 我常常开始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让社区家长 也能够课程的学习以及对话 增加彼此之间 对于教育教养的课程 一起来讨论 那我相信会让整个南方澳 会有更幸福的未来 阅读中心开放的时间为 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半 目前图书仅限馆内阅读 公所欢迎喜爱阅读的民众 可以多多利用这个空间 充实自己的知识 宜蘭新闻记者林奇朔采访报导 支持明镜与明镜丝 对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明镜与点的电视 Toby